我個別幫他們取了聽起來很厲害的名字 第一個叫做減止替燈術 第二個叫做酒喝不完術 直接處罰真的是挺瞎的 必須要傳授你一個法術 類似穿牆術的一個法術叫做壯大術 欸 阿大看氣冷魂都這麼害怕 你怎麼不怕 還好吧 鬼片有什麼好怕的 原性還比較可怕 然後對他身邊的人還比較重要 好 就是你了 這是什麼 大家安 我是Jagory老師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蒲宋林的聊哉致意 那我們抓來的是婉玲 嗨 大家好 婉玲平常喜歡聽鬼故事嗎 還好耶 那你心裡覺得 像我們以前大學聯誼啊 不是學長姐都會分享很多學校的鬼故事嗎 那你聽這些鬼故事你的心得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來騙騙小朋友的吧 心裡就在想說好啊 學長姐你們在白再憋啊 再說啊 再說啊 都跟你講 那你覺得這些鬼故事說出來有沒有什麼用意 可能想給人家某種省思反省 或是帶來某種寓意 那你就是近期有聽到什麼鬼故事你覺得有寓意的嗎 我記得之前有聽過說 如果你半夜電腦沒有關的話 會有鬼就是出現在你螢幕上 那我們的勞山道士啊 其實他背後也是有一些寓意在 就等著我們待會就是從這個 看似荒謬的故事當中去找出 蒲聖林想要傳達的寓意 好 那我們就來進入教室規則 這個教室的規則一 你必須上完課答對所有的題目才算成功 規則二 答對一道題目可以讓一個燈熄滅 只有當桌上的燈全部熄滅時才可以離開 規則三 如果最後還是有紅燈存在 就要完成我們的處罰才能離開 紅燈越多 處罰難度就越難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蒲聖林講了什麼恐怖的故事 請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週一到四都有精彩的節目上線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勞山道士呢 就出自於蒲聖林的遼哉至義 那它是很有名的神怪小說 勞山它是一座真的山 它就位在青島 然後它也是一個很有名的旅遊名山 那也被稱為海上第一仙山 因為它就是在青島 然後又靠海 其實那個畫面是很漂亮的 看起來就有一幅可以修行的感覺 對 可以呈現 然後也覺得應該會有很多很神奇的故事 在這麼美的地方 像蒲聖林還有另外一篇《香山》 它也是寫發生在勞山的故事 蒲聖林呢 他出生在清朝 那他家是沒落的蘇鄉世家 他爸爸其實呢 也是原本也是考科舉 但是因為考不上 就氣如蟲商 變成商人 但他們家始終有一個夢想 就是希望他們蒲家後面 還可以再出考上科舉的人 蒲聖林就是他們家的希望 因為蒲聖林呢 就在19歲很年輕 就以第一名的狀態 考上秀才 所以家人就想說 這個兒子可能喔 他可能是會讀書的喔 然後蒲聖林又很聰明 沒想到這卻開啟了蒲聖林 長達52年的 國考落榜的人生 52年了 是啊 那蒲聖林也算是活得很長 但他一輩子都在考國考 為什麼會是落榜 他明明這麼聰明 因為清朝就是八古文指示 那八古文就有非常多問題 他主要是考格式 我們要符合那個格式 然後要備受那種 考試書五進的內容 而且還要模仿孔子孟子的語氣去寫 就是非常的抹煞創作才華的那種 蒲聖林他本來就是走創作路線 然後他就不是很擅長那種 一直去符合格式 所以他其實是不適合考科舉的路 可是呢 他還是一直考 他甚至還有過就是因為格式問題 被取消考試資格的經驗 就算這樣 他也沒有放棄 蒲聖林其實他是知道科舉考試的問題 所以他其實有在其他的文章裡面去諷刺科舉制度 可是他就一直沒有放棄 然後像他的老婆啊 就是也都跟著他這52年來 其實也是很辛苦 因為他們窮到就是蒲聖林 他甚至要去住別人家讀書 才有辦法讀 那我在想他老婆就是一直在撐著一直認真 可能一直有一句話 有一句歌詞很想唱給蒲聖林聽 那些你很冒險的夢 我陪你去瘋 這只飛機碰到雨天 終究會墜落 但是呢 蒲聖林他沒有 還是不放棄 其實是蒲聖林他原本有想說 好他答應他老婆說 好放棄了 我不考國考了 可是他發現他終究還是放棄不了 還是一直考一直考一直考 那黃天也不復苦心人 他在71歲的時候真的考上共生 那也因為蒲聖林真的是命還蠻長的 才有辦法真的考上 印證了他的座右名 就是書桌右邊的那個座右名 有志者是進程 在這麼長52年的國考人生當中 蒲聖林其實是 很多時間是有點無聊的 他跟朋友聚會最喜歡聽鬼故事了 他就會問問朋友說 最近有沒有什麼鬼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呢 這個聊哉自意的所有的故事 不是說全部都是蒲聖林自己創作出來的 那他也有參考了一些以前的鬼故事 還有朋友的經歷 還有自己的經歷 不可能每一個恐怖事情都自己經歷了 他把這些材料結合在一起 再用他的創作才華呢 創作出一個新的 一個又一個新的故事 那像是我們今天的這篇 跟勞山道士 他就結合了坊間的 指月、取月、流月三個小故事 那我們也試著從這個勞山道士去體會 蒲聖林他想要傳達的旨意是什麼 那我們就先來第一題吧 我們第一題來啦 下列關於蒲聖林與勞山道士的寫作背景 錯誤的事 我幫你唸 好 蒲聖林即便都落榜 也未曾放棄科舉考試過 B 蒲聖林有因為格式不符 被取消考試的資格過 C 也要再自意 其中一個來源是蒲聖林聽來的故事 Z 勞山道士並非都是原創 蒲聖林原用且加了寓意 幹什麼 A吧 恭喜你答對了 其實他還是有想過要放棄的 只是他放棄不了啊 對 很冒險的夢 實在是放棄不了 但他最後還是成功了 好 他的紙飛機沒有墜入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課文啦 那勞山道士的故事就在講說 有一個大家族 然後裡面有一個王姓大家族 排行第七的男子 我們給他簡稱王妻 他從小就很嚮往仙道 其實大家族排行第七就是一個 負二代的概念 然後他聽說勞山有很多的仙人 他就腹肌往游 他想要去那邊求學 不是練腹肌 就是背著書籍 然後背著秘籍 其實他是借代為學習的意思 他沒有真的背書過去 他到山頂呢就進入到一個道觀 然後就看到一個很厲害的道士 看起來就很不一般 然後他看到道士之後就立刻說 希望人家收他為主 那那個道士就看了看這個王妻 然後就說 孔嬌舵不能作苦 我覺得你有點嬌弱 然後惰性 應該吃不了苦 就拒絕他了 那一般人被拒絕了就該走了吧 王妻就賴下來 他就一直留在那裡 賴著不走 那接著呢就是道士的門人回來 他就一個說 欸哥 然後就每一個都是行大禮 然後一個一個行大禮 那門人那麼多 一個每一個都要打招呼 say個hello 講完其實天色就晚 他就順勢就住下來了 也很會齁 就是學到用這種路線 就是賴著 那隔天倒是想說好 隔天早上很凌晨就給他一把斧頭 是要他去山上砍場 那王妻一開始當然是覺得 拜託我公子哥就是平常在家 可是不那麼早起的 搞不好都睡到中午 沒有啦 不是每個人都跟我一樣 然後他就想說好 他就非常恭敬地收下那把斧頭 然後跟其他門人呢 一起去山上砍場 砍一整天 然後他一開始是很恭敬的 可是呢這樣的生活就維持了一個多月 他就覺得很崩潰 就是早晚一直砍柴砍一整天 然後這樣子一個多月 然後也沒有什麼法術可以學 他其實受不了 他就在開始心裡面就有了想回家的念頭 因為他的手足從簡不堪其苦 硬而歸制 就想回家了 你覺得為什麼學到要砍柴 學到為什麼要砍柴喔 對啊 可能要想說打好基礎 對 就是把他身體練狀啊 真的有腹肌 我覺得挺有道理的耶 對 就是要有腹肌才好學習 那有一天傍晚啊 王七就是砍了才回道觀 就發現 咦 道士來了兩個朋友一起喝酒 然後他就在旁邊砍 那你覺得道士的朋友會是怎樣的人 其實他的朋友也都會法術 就是差不多同類的人 那他們總共呢就是在這個喝酒的過程中 表演了四個法術 我個別幫他們取了聽起來很厲害的名字 第一個叫做減止替燈術 第二個叫做酒喝不玩術 第三個是快變嫦娥術 第四個是燈月喝酒術 覺得我取的名字很帥嗎 覺得很幽默 我先介紹減止替燈術 那當時呢就是看到他們兩個在喝酒 然後日射漸漸暗了下來 差不多該點蠟燭了 可是呢發現道士他不去點蠟燭 他反而找了一張紙開始剪紙 然後剪成一個圓徑的形狀 然後呢就把它貼在牆上 然後過一段時間這個圓形的紙呢 就發出了月光照亮了整個房間 再來呢是酒喝不玩術 道士的朋友突然覺得很開心 拿了一壺酒就說 大家來喝酒大家來喝酒 可是在場大概有七八個人 桌上就那麼一壺酒 他就分賴諸徒且煮盡醉 而且還跟大家說給我喝醉 喝醉才能走 可是就一壺酒了 那王七就想說 他就算了一下七八個人喝一壺酒哪夠啊 可是他就默默地發現 好奇怪喔 為什麼就是酒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 而且他都給人家倒滿倒滿倒滿倒 都沒有喝完 倒不完耶 才默默發現喔 又在施法 就是他們施法施的就是很日常 不管是點燈 就是神殿的部分 對無限暢飲的概念都是非常的自然 王七才發現說原來又在施法 那再來呢第三個快變嫦娥術 他才比較特別 那喝一喝很開心嘛 然後就有一個客人就說 這麼好的一個晚上 我們有月亮我們有酒 我們少了什麼 少了女人對不對 那接著呢 他就拿起了筷子 然後就往 剛剛道士撿的那個紫月 開始往那邊丟 丟過去之後呢 一開始呢 就從筷子就是變成了一個美女的形狀 然後慢慢的從那個月光當中走出來 然後筷子丟上去再掉下來 它不是會有一個拋物線嗎 然後那個筷子那個美女 所以那個拋物線拋下來 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當筷子掉到地上的時候 它就變那個美女就變得跟人一樣高 他們要叫美女還不是叫一般的美女 是叫嫦娥過來的 這個嫦娥呢 腰細脖子美 出來了以後呢 還跳了楊貴妃的招牌 迷藏舞 楊貴妃當初就是用這一招迷惑君王 那你覺得她舞跳得這麼好 她的歌喉如何 歌喉應該不錯吧 她的歌喉還真的不錯 其聲輕樂烈如銷管 她的歌聲好聽到 好像是樂器演奏出來的聲音 而且又很清亮 又很和諧 那這麼厲害的一個女子喔 能唱能跳 然後她們喝酒就喝得很開心 然後一段時間之後呢 這個嫦娥就盤旋 因為嫦娥會飛嘛 她就盤旋了起來 然後盤旋到桌子上之後 就變成了筷子 連筷子都不用剪 就是亂丟 然後筷子還會自己回桌上 好 那就進入到我們的第二題啦 下列關於療齋之役前兩段的描述 錯誤的是 A 王妻是有錢有閒愛做夢的試夾子 任性且沒有禮貌 B 道士一眼就看出王妻的財性 是吃不了苦的那種 C 王妻因為承受不了砍柴的苦 所以想放棄學道 豬 道士的久友也會倒數 王妻覺得很神奇 哪一個錯 我覺得B跟豬很明顯看出來是對的 然後C C 應該也是對 那我就是A 對 恭喜答對了 那雖然說王妻的確是有錢有錢 愛做夢的試夾子 但她其實還是蠻有禮貌的 她是假裝的 那我們就繼續下後面的課文囉 好 那嫦娥變回筷子之後 三個人就開心的大笑 覺得很happy 然後之後就要最後一招了 叫做登月喝酒素 那另外一個客人就提議說 好 要say goodbye了 但我希望可以在月宮裡面替我踐行 當然道士他們都說好 然後三個人就移動了他們的位置 就啵 就飛到 慢慢的慢慢的就移動到那個 直檢的月亮裡面去 其他的王妻還有其他門人就傻了 然後聚集到那個月亮那邊看 發現三個人的影子 就真的在那個月亮上面 雖然小小的 可是呢 眉毛鬍鬚都非常的清楚 就真的在上面 比阿姆斯狀更猛 接著慢慢的 這個直檢的月光 越來越暗 越來越暗 真的暗到整個房間都看不見了 門人就沒辦法 就去找了蠟燭 然後點了蠟燭 點亮之後 發現桌上只留下道士 其他兩個客人呢 不見了 他們真的就走了 太神奇了 真的很神奇 王妻呢 他看了這四招之後 他心裡就默默的想 好 我要留下來繼續努力 那你覺得 為什麼王妻明明已經想說要回家了 看完這四招又決定留下來 我覺得是法術本身太過 magic 太過夢幻 然後王妻看到就覺得說 哇 我還是有很多就是可以學習的地方 那我決定留下來了 然後就繼續留在那邊 接著呢王妻之後他又苦撐了一個月 可是這一個月 道士也都沒有傳他任何的法術 結果還是讓他一直砍柴一直砍柴 他終於還是受不了 決定要回家 那回家前呢 他就跟道士告辭 然後順便小小抱怨 他就說 我來這裡的這兩三個月呢 不過都是早出晚歸都在砍柴 我在家呢 可是不需要承受這些苦的 他是公子哥 道士怎麼回他 他就說 喔 我就說你吃不了苦啊 果然吧 OK 那明天你就回家吧 對 就拜拜 然後可是呢 王妻又會覺得 就這樣離開很不甘心 他就希望說 可不可以教我一招 教我一個技術就好 不用我沒有學到道 但是你教我一個小技術就好 師父就說 那你想要學什麼 王妻就說 他要穿牆術 到時候說好 然後呢 就傳授他一個口訣 然後要王妻在心裡唸這個咒語 唸這個口訣 然後看到那個牆就走過去 那王妻就會覺得有點畏畏縮縮的 他就走到牆那邊就畏畏縮縮的 然後道士呢 再一次跟他說 你試著走進去 然後道士就跟他講說 完守咒入物群尋 你就低著頭衝過去 不要有一絲的猶豫 那這個時候王妻就說好 然後他就離開牆術部之後 他就助跑 小跑步 然後閉著眼睛低著頭 往那面牆衝 結果就真的穿越那座牆 他身影就覺得非常的開心 看到這裡呢 我每次都想到哈利波特 王妻要回家之前 道士還提醒他說 回家後呢 請抱持著一個虔誠純正的心 否則法術會失禮 那王妻也說好 可是呢 王妻回到家之後 他就立刻的誇達說 欸我遇到神仙了你知道嗎 我在饒山遇到了神仙 那其他人就在想說 天啊 因為王妻本身就是一個愛幻想的人 別人就不相信 然後王妻就說 真的真的有遇到神仙了 而且他讓我 從此之後沒有任何的牆擋得住 再硬再硬的牆都擋不住 然後妻子就不信了 他就說我表演給你看 他就仿校之前就是道士教他所做 然後看到一面牆 他就離牆術步 小柱跑衝衝衝 低著頭衝衝衝過去 結果就砰 頭就撞出一個大寶 妻子就笑他 然後王妻就氣瘋了 就開始揍馬 就說 啊啊啊 開始揍馬 道士說無良啊 都在騙人啊 那其實呢 就是當然坊間有很多說法 因為這故事出來 大家各有想法 也有人說道士騙他 故意給他一個 就是根本會失敗的法術 就是為了要教訓他 這是一個說法 但我自己也覺得 比較接近說 因為他的心態不對 所以 那個道士已經警告過他了 也從他去炫耀這一點 誇大這一點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一個很浮誇 不老實的人 而且 像事情 就是他撞牆之後 王妻也完全沒有反省 他沒有反省 是不是自己哪裡 沒做成功 是不是自己 哪個步驟是錯的 他沒有想這個 他就怪道士 好 最後一題是一個多選題 我覺得是我目前出的多選題 最簡單的一題 下戀哪些文具可以看出王妻 焦舵不能做 要全部都選對 才算對 很難耶 會嗎 我覺得還蠻簡單 我念給你聽 A 少木道文勞山多仙人 腹肌往游 B 手足蟲檢 不甘其苦 硬有歸志 C 王聚與祭守 墜留關中 豬 王妾心目 歸念遂席 E 弟子在家 未安慈苦 哪些可以看得出來王妻 他其實是不能慈苦 好應該是B 然後 嗯 好還是維持一樣的好了 B豬E 很可惜答錯了 是B跟E而已 豬是他心裡看到法術 覺得很羨慕 歸念遂行 想回家的念頭就沒了 喔 我以為他是想要回去休息 A選項主要是在講說 他想要學到 那B的話就是 他一直砍柴 覺得承受不了這個苦 那C的話是他賴著不走 跟每個人打招呼 豬選項就是 他看到這個法術之後 心裡很仰慕很羨慕 就打消了放棄的念頭 然後E呢就是講說 他抱怨說 他在家是不用承受這些苦 所以答案是 B跟E是 可以看出他吃不了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 王妮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今天是蠻好奇就是 為什麼他最後的結尾 就結在說 他撞個大包 然後 就這樣 突然的就結束了 很突然的結尾 對 要話通常不都是這樣 就是在一個很怪的地方結束 因為他整個故事聽起來 就是很荒唐 所以最後就是要有一個笑點 我覺得那個 頭撞到 然後跌倒 就是一個笑點 對 然後他整個過程 就是他一直砍柴砍 砍柴砍 就是always砍柴 然後一個下令影的概念 就是一個 兩個多月的砍柴下令影 也不知道我們練出腹肌 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啦 那我們的古文教室大逃脫 一樣在每週三晚上七點播出 我是Drago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好 那我們就來今天的處罰 今天處罰真的是挺瞎的 是導演交代的 就是我必須要傳送你一個法術 類似穿牆術的一個法術 叫做壯大術 很有導演的風格齁 好 那這個技術就是 我這邊就是一棵樹 我的手指是一棵樹 然後呢 你的手就是一個人 然後你待會你要順著我的手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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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然後去撞這棵大樹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我直接開始走囉 好 開始吧 好 開始了 好 結束 OK 好 拜拜